3月17日至23日 话剧作品《德灵与慈禧》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该话剧讲述了19世纪末 当中国还不知道西洋为何物的时候 一个受西方教育的清朝宗室格格 德灵郡主来到众门深锁的紫禁城 他青春逼人充满活力 面对身处身攻 对现实世界颇为陌生 又渴望了解的慈禧和光绪 德灵郡主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 给封闭的清王朝带去自由开放的思想 诠释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通 在剧中饰演慈禧的江山 梳起大拉赤穿起花盆底 用精湛的演技 演活了一个复杂而又立体的慈禧 新演员狼龄的加入 也为这部剧增添了一抹亮色 而跨界出演光绪的郑云龙 也实现了从音乐剧到话剧的完美转身 其略带忧郁的气质形象 与光绪完美契合 我对《德灵与慈禧》这部戏 虽然它是发生在清宫的事儿 又是一个在那么特殊的一个历史环境下 发生的故事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传递出来是爱 是情感方面的 从《德灵》入宫以后 是给光绪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改变 所以可能跟史料中很多 悲情色彩的这些氛围 有点不一样 更多的还是希望让光绪带 在《德灵与慈禧》这部戏中 变得活泼生动一点 经过近两小时的投入演绎 作品在令人唏嘘的尾声中落下帷幕 慈禧江山与光绪郑云龙 这对在剧中矛盾重重的母子 在故事尘埃落定后牵起彼此的手 现场演唱了《德灵与慈禧》的主题曲 《日落夕阳近》 意韵优美的歌词与悠扬听的旋律 凝聚了整个故事的悲欢离合 呈现出人物个性的挣扎与沉浮 有上海